其实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直播间的布局 我觉得对不对 就感觉就是档次立马就上来了那种感觉 所以有没有那位大哥 能不能赞助我 可以就是布置一个这样的直播间 对不对 等到您下次来 对不对 看到这种直播间还给别人说 看到没有这妞的直播间是我给他弄的 我多有面子 对于一些非影视类专业的自媒体博主来说 做一个直播间 或者说我们做一个美女直播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美女 美女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除了美女以外 这是一个硬纸边 剩下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布光 对于很多非专业人士来说 布光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 如何既省钱又省时又省地 因为很多人的家里 或者他们工作的地方 并没有像我们这样非常宽敞的环境 来做这个整个的布光环境 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一个 用非常简单省地的这种灯光 来做一个直播布光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 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只局限在这桌子范围内 然后画一个正方形 所有的布光 以及我们最后拍摄的机位 都在这么一个大概 我想这桌子是一米八 就算两米吧 在一个四平方到六平方的一个范围内 做这么一个整体的布光 以及直播的环境 好吧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背景 把这个背景给它挡住 好的 我们现在加了一台相机 然后摆了一个手机 手机就是我们自己 用前置摄像头一个直播的状态 然后相机会给大家展现 一个更好一点的画质 现在我们来开始做我们的布光 一步一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背景就是刚才我拿了两块这种 吸音板 和音板 给它夹在这 做了一个背景 然后现在这个范围应该不到四平米 因为背景离它很近 我会把现场的灯全关掉 然后我们只通过这桌上 我拿这两个灯 来看看能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第一支灯架上了 用的是范围应的这个爱玉莎 然后两尺长的这个灯管 我们把灯管先放在Nubi的一个正前方 稍微靠前一点的地方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相机的效果 它有没有入画 没有问题 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的脸上的眼睛底的影子都会比较重 我们只需要增加第二支灯 就可以完美的把这个效果给它解决掉 我们只需要把第二支灯架在这里 然后Nubi你的位置稍微往后走一点 往后 对 我们通过磁吸的方式 就把这个灯吸在这上面 好可以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通过两支灯 做出的一个直播间的感觉 这样的直播状态是 对于人物的细节 或者是一个质感是完全有的 因为本身光是有方向的 然后在人物的下额的地方 也是会有一些影子甩下来 对 这个人不会显得特别的平 当然我们做一些微调的时候 可以调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灯管 Nubi你往前再做一点 对 好 我们可以让这灯管稍微往前转一点 对 这样就会在它的脸上形成一个更好的 一个这样像斜下的一个过渡 对 你有没有发现 下额这边这个影子是从这边下来的 对 这样会显得脸个压立体 确实确实 好我们做了一个轻微的调整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给这个环境增加一点气氛 对 我找了一个我买了很多年的这个小灯 终于派上用场了 我给它挂在后边 要帮忙吗 不用了 好你看直男神秘 现在我们在后边搭了这点灯带 整个效果又会发生一点变化 当然现在还是我们两支棒灯做的这个曝光啊 那如果我想让这个曝光再提升一点 我们可以怎么玩呢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支棒灯 给这个画面啊 去增加一些颜色啊 例如美女直播间嘛 美女直播间经常会播一些什么节目呢 艾努比你平常直播都跟大家聊什么 聊到就是深处的话就会跳舞 聊到深处就会跳舞 多深才会跳舞啊 保时节吧 保时节是吧 好 那么既然说到跳舞了 一定是有一些颜色的灯光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 日盈的这个爱瑞莎 也是可以支持很多这种 这叫什么场景模式 那么就随便调了一个变色的场景模式 我把亮度稍微提高一点 好 我把它直接啊 就吸在咱们这边的铁架子上 好 这一侧开始就有颜色了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边的灯 也都调到一个模式上 这个直接给个颜色吧 看一下啊 紫色可以吧 对对对 我现在不流行那样子的那种 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 这个画面的风格 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左右两边的光 可以出现一些颜色 然后顶光现在有一天偏冷 所以我们会把顶光给它 变暖一点 就是我们顶部这只灯 我们还用它的CCT模式 但是呢 我们会把它的色温啊 给它降起 变成一个暖光 对 变成2500克一个暖光 这样的整体效果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小姐也可以扭起来了 那边呢 还是你的直播机位 你不用看我 你就看你的直播机位啊 然后上次我记得 咱们视频里说过一个事啊 你就说这个 这个BT Reset 变态成智 然后你说有大哥 打五块钱 想跟你谈恋爱这个段子 能不能给大伙讲一讲 但其实直播机里 其实也不是说 因为我们做直播 不是在搞慈善 对吧 对 也是一份工作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工作 但有些人呢 他会觉得 就是 他会怎么讲的 他会给你刷一点钱 他会觉得就是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了 她是大爷了 对吧 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 但是并不是说刷钱 在这儿啊 就是大家都是理性 去看待去直播 就是在自己 就是合理的范围内 如果这个主播 给你带来快乐了 你可以给他就是支持 如果你觉得就是 没有带来快乐 就是花钱与不花钱 就取决于您 知道吧 对不对 但是也不可以 就是说我花了钱 所以主播必须就是 要听我的话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 这是错误的想法哟 大家都 简单来说 努比说的太维瓦了 简单来说 我们做人是有尊严的 你花那点钱 还达不到让我躺下的目的 好了 就这样吧 差不多 给讲究 开玩笑回开玩笑 讲技术回讲技术 美女在这儿了 我直播效果在这儿了 希望这期视频 对大家能够帮助 我们不讲参数 我们讲的只是灯放在哪 灯看到什么颜色 灯在什么位置 然后呢 无论你用的是 我们这种专业相机 还是你用的手机 都会录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画面 一位分享都会更巧 我是老张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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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